接下来提供大家地方一文活动资讯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从即日起到12月8号 将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0栋 办理以在地工艺国际设计 作为核心的新层次国际核创展 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自已起至12月8日 与花莲文创园区第10栋 办理以在地工艺国际设计作为核心 七七上升新层次三国际核创工艺展 以存在的工艺为主题 并且以七作为主要的工艺媒材 展出多位国际设计师和台湾艺术家 合作的身体事物与时尚物件 我们这次结合了 大概有6个国家的国外设计师 那以及3个国内的设计师 那产品涵盖到 西医的很多的复合媒材 比如说跟金属啦皮革啦 甚至紫胎的一个创作 其实都有别于以前我们对于七七的一个想象 那那个空间是非常更大的 那我们也期待说 这次新层次带到花东来之后 也可以把这个在地的一个工艺 做进一步的一个推广 那也扰动一下花莲在地的工艺 就是可以朝向国际化 那让这边的台湾的工艺 更发扬光大的一个概念 另外层次对话合创工作营活动 这季节五位设计师及五位花东工艺师 两两之间合作 让民众一窥创作者的工作场景 与手工艺过程 层次对话的合创工作营 那主要是找的五位的西部的工艺设计师 以及五位的在地的艺术家 来做一个共创 那也是一个异材质 甚至是一个异文化的一个媒合的一个状态 我是多好个都要 我是专门做这个竹腾编 比较像鱼犬啊 鱼楼这样的一个灯饰 那我现在来参加这个 这个合创营呢 其实也是来尝试看看我的材质 能不能再结合其他负荷媒材的东西 看看能不能创造出更不一样的作品来 期盼就由活动让地方工艺和国际连结 进行花东在地工艺的当代国际实验创新精神 展期至12月8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蒋邦彦华联士报导